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江西的万人秀同修与我们分享 儿子沉溺吸毒 人生毁于一旦 观世音菩萨慈悲显灵 心灵法门使儿子彻底戒除毒瘾 人生重归正途 让我们掌声欢迎 感恩观世音菩萨救我吸毒儿子 感恩拿摩大子大壁酒 救护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祝福菩萨 感恩农天赴法菩萨 感恩奴君逢恩师 我是来自江西南庄的弟子万人秀 2014年香港法会 第一个问吸毒儿子图成的就是我 我修佛功夫观世音菩萨多年 2012年通过我妹妹 接触心灵法门 我开始修佛 我自由小学文化 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通过念经念想防证 我严重修佛功夫观世音菩萨 我严重修佛的毛病没有了 糖尿病改善了很多 我有一儿一女 今已成家有孩子 2014年4月5日 我儿子因吸毒过量产生犯疆 像疯子一样 拿到在家要砍人 我们吓得在房间里躲上 这双物品 被她砍得乱七八糟 后面问生感恩的女儿一家 将她绑起来 等她毒瘾过去了 那时候她就不上班了 单位领导来几次 她毒不见 白天在家里拿着张脸 晚上就在外 饭不乱掉 看人的眼神 累累毛骨手来 她为了吸毒 将家门反锁 不知我们进家门 没过几天 她冠绝发生 又拿到账 拿到在家发现 吓得我们实在没办法 刘照丽 又带着孙子 走到女儿家去了 我很好肥要 我这个儿子 被发毒瘾时也不错 我恨肥当初 恋爱她 没有好好叫她 我随便在 她随便在外交朋友 没关那 她买着 买着吸毒多年 我们都不知道 后来 尹尔知道 知道了她在吸毒 也因为 霸在 人 人 作人 又 以社 亲戚朋友 面前 丢脸 还帮她忙着 她本来有个正式单位 她是一个小领导 就是因为她不断吸毒 工作没有了 就是她和媳妇 她和媳妇 吩咐 后回家来住 我们还帮她忙着 吸毒 她没钱投资 信用卡用 她没有钱 我们就投资 信用卡 买毒品 后来 卖掉了自驾车 和家中的一辆客车 家里能卖的 都被她拿去卖了 我两脑口的房子 因为修书不全 没有卖人 直到她的毒瘾发作 连终到又上我们的地步 才被家里亲戚知道 家中的亲戚知道 我儿子这种情况 唯恐躲避不慎 只有叫我学心理法门的 妹妹夫妻 只要到我家来安慰我 来帮助我 那我不要伤心流利 叫我求菩萨 除死母多败儿 许多的家庭 比毒品害得家破人亡 我也害怕 我也害怕 我的儿子就这么 比毒品肥掉了 我在那段年车里 过着不如神不如死的生活 抱着对观世音菩萨的坚信 心理法门教的方法 就是我的救命稻草 我坚持念经 念小房子 放生 我知道 只有求菩萨消除他的念兆 他才会解掉毒瘾 2014年 我参加了香港法费 病拜师 在6月23号 蒙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 让我收到了看图腾的机会 非常感恩 非常激动 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了 我师父第一个就看了我儿子的图腾 并指出我儿子 交友不散 必能陷害 才能到 能落到今天这个下场 反指出我家中有能性 要给儿子的药金座 念890张小房子 每天舞遍礼佛大餐绯闻 我带着救我儿子的药房 回到女儿家后 想着师父给我儿子看图腾的缘分 我就信心必真 每天用真诚的心 跪着哭求观世音菩萨 可怜我儿子救救他 救观世音菩萨 保住我儿子残废 消除年长 求观世音菩萨持病显能 给儿子第二次生命 就这样 每天独持求菩萨 念经 念小房子 因为我年纪大 念经速度慢 我自己的小房子 和儿子的小房子 穿着着念 现在已经给儿子的药金座 念了几百张 每个月还会去放山 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 去年一说二年 年纪念小房子 在秘密的带领下 和他愉快 求空中文剂发术度人 2015年4月正好离他爆发毒瘾一年 在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再次持病加持下 我儿子终于我儿子找到了新的工作 并发愿再也不补毒品 要尽自己祝父亲 祝儿子的责任 无限感恩 大死大病救苦救难 大死大病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救费了我习徒的儿子 感恩怒亲夫师父 我一定会祝导师父开的药方 一名进京永不退转 我把自己亲身经历分享给大家 请大家一定要相信 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 文心救苦 愿像我这样成心吸毒和痛苦的家庭 能给文修心理法门 离苦得乐 愿成心像我这样痛苦的母亲 能够找到脸上有笑容 只要真心猜肥念经许愿放声 相信心理法门 会在米克同修人身上 出现急剑 感恩和时 再次感恩和时 感恩和时